到这个串列 前面我们是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配合 append 把资料放进去 那现在我们不是 这是一个档案 第一个你先存档一下 先确定一下你存在哪里 存在 C 底下的这个地方 那我的档名 档名也许给它一个叫串列好了 比如我这边 我叫 list list 01 类似这样 我知道说存在哪里 或者你可以再另存新档一下 另存微 确定这里 C 底下的这个路径 那请你在这个里面 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纯纯字档 我看这样能不能行 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 到那个档案总管里面 找到 C 底下 那我是放在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然后你按右键之后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文字档 那文字档的档名叫 英文好了 也许简称叫 ENG 好了 比如说我有个英文层七 OK 然后它的副档名叫 .tst 的一个存文字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会把它打开 里面现在框的嘛 那我就把层七打上去 记得,打完层七中间加 0 点 那你随便打几个层七都没关系啦 就是 中间一切 漏了 OK 这边要切一下 记得,中间加 0 点 我们把它隔开就对了 好,大概这样好吧 OK 不用太多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最后把它存档 好 那第一步呢 我们要先产生一个档案 好,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档案的资料 我们要读取到Python这件事 那读取的话呢 我们直接写到这个程式的上面好了 那我把底下的这些程式 先按 Ctrl A Ctrl A 先注解一下 然后我另外在底下这边 写一个 读档的一个程式 那其实读档这件事情 在Python 蛮简单的 那首先的话呢 因为我们会需要 把刚刚的档案 把它放到一个变数里面 所以我称它叫做一个档案物件 档案物件的话 也许我给它取一个 变数名称叫F好了 好,等于 那我们会用到那个Python 里面有个方法叫Open Open应该蛮可以理解的 刮符之后的话 里面的话只要给几个参数就好 第一个,路径 路径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放在它旁边 所以我们就用所谓的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就只要跟他讲说 在这个旁边 所以我给他那个档名就可以了 档名叫Eong .tst 但是未来如果说你不是放旁边 你是放另外一个地方 你可能要怎么 C冒号斜线 资料夹名称再斜线 这样的叙数 不然的话会找不到 OK,你要确定说是放旁边 你如果不是放旁边 当然一定找不到 会发生错误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对点 好,第二个参数 直接跟他讲说 我要读档 那读档的话有个参数 很简单 就是R OK,这样就OK了 好,两个参数 那顾名思义 以后如果你要写档的话 就把R改成W就可以 他就档案写出去 就存档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把档案 再写到他下面去的话 就A 所以将来 这个模式基本上会有三种 最重要 第一个叫R模式 读取 第二个的话就写 写的话就存档 所以以后要存档蛮简单的 第三种就写到下面 就是写的话会覆盖 一直盖 一直盖 所以如果你假如要写很多档 一直写在那个档案的下面 就像append A的话就append 模式 那就A 所以三种模式 好,那理论上我们已经 把这个档案 已经读进来到F 物件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读什么 读里面的文字 所以里面的文字 那我前面给他一个辨论S S等于什么呢 把F 里面呢 那F 物件里面有很多方法 其中有个方法 叫做点 后面叫做读取的话 叫read read的话呢 其实顾名是一样 你会发现你打个read 下面会出现有四个方法 那其中应该可以理解吧 read 是read 就把整个档案里面的所有东西读进来 那其中还有一个read line read line 也是可以 read line 的话就是读一行 read line 时就读全部 全部的行 OK 那这里应该用哪一个比较好呢? 其实好像用read跟read line 那都可以 用read line 先用 然后小刮呼一下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把S print出来看看 如果print S 有东西的话 那恭喜你表示能力因档案读取成功了 OK 这样应该很好气吧 三行 就可以把档案读进来了 那简直跟以前写程式的概念来说 实在是简单太多 以前如果写Java 或者写VVA读档 那是很麻烦 OK 它写很多 而且这个还蛮直觉的 所以这个尽量我建议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 不难记 主要就是说 open 哪个档案 用R模式 放在F 物件 那利用这个F 物件里面的这个方法 把它读到S 然后呢 并且print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print出来的结果 看一下 应该没错 所以你print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哇 全部都进来了 OK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就读 好 但第一关过了 第二关的话呢 其实我们重点是要 把这个东西放到串列里面 但是你要把它放到串列里面 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 哦 跟这样 放在串列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 一个文字 只是说它中间有斗点隔开 所以后面我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切开 有点像是以色里面的资料剖析 把它剖开 剖开你跟它讲 所以啊 有一个函数 叫SPRIT SPRIT就专门 就是跟资料剖析概念一样 你只要跟它讲说 你帮我SPRIT 我跟你讲说什么字串 那你帮我切开之后的话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把切开好的这个东西 放到我们串列里面去了 OK 它要怎么切 其实这边的话呢 其实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S哦 这个S里面 我这个PRIT 我把底下再把这个 再改一下 就是 S 点什么 点SPRIT 其实理论上它会提示 S因为它是一个字串的一个函数 所以这边有个SPRIT SPRIT的话呢 里面你只要跟它讲说斗点 它就帮你切开来了 OK 那切开之后的话 你也要放哪里 所以它有个RETURN 所以前面的话 那你帮我放在SCOLE里面 刚刚SCOLE里面不是空的吗 那现在不用放 因为它里面切开来 就会帮你把这些东西 通通切到SCOLE里面去了 所以 底下这个SCOLE就不用了 它就直接有东西了 但是我们一样把这个SCOLE 把那个SCOLE Print出来看看 把那个SCOLE Print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成绩 就 通通 都被列印出来了 有没有 那等于就是你不用 人工在那边Key了 直接读进来就好了 但是 那我们要发现有另外 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它出现的资料 有没有 因为它是用SCOLE 这个是一个文字的一个函数 所以顾名思义 文字函数 它切完之后 回来 你切回来的东西也会变成文字 所以如果将来你要用上函数加总 没办法 因为它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后面 还必须要想办法 把里面的资料再转成 数字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所以最后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先讲到这里好了 所以我刚刚的重点 第一个 Open 然后把它丢到这个 F物件 利用F物件里面的ReaderLine 因为只有一行 把它再做SPRIT切割 放到这个串列里面 并且捆得出来 其实你看 没几个字 但 其实效果还蛮明显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以往如果你要读档 麻烦 你更不要说你要把读到的档要做切割 然后放到一个串列里面去 OK 那如果已经做好 其实还差一步 只要转换成数字 就可以跟下面衔切了 OK 所以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后面如果你比较快一点同学 你可以 想想办法 然后最后我们要显示 总有几位学生 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 就OK了 未来其实外部读掌到串列的一件事 应该简单很多 OK 试试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延伸后面的 因为后面还有 有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好 请不吝点赞